這個系的名字叫做幻覺洞窟 幻象洞窟 聽到幻象這兩個字有沒有 想到怎麼了 回顧我的一生 他的生活算是很美滿啊 但是總是有一件事情他沒辦法改變 他的記憶也許是一場夢 永遠都會有一種衝突感 他說他晚上的 並不是說晚上的時候會夢到洞窟做噩夢 而是他有去過那個洞窟卻想不起來 那個洞窟是什麼情形 雷斯利 怎麼有點小聲啊 他是不可解釋事件的調查者 那種靈異現象調查者之類的 他說他不相信任何比如說大腳怪啊 或者是溫迪哥這類的都市傳說生物 他就是 就是抱持著不幸的精神去挖掘這些傳奇傳說 但是他看到他的朋友消失 他看著他消失 不知為何 30年後到現在還是沒有人能夠解釋 為什麼他的朋友突然消失了 甚至連他自己都不能辦法解釋 他現在要去找答案 好啦那不講一大堆幹什麼 這假如是貓頭鷹那個頭可以這樣轉的 唉唷 我有人物模組耶 偷岩屎 偷個鼻屎 偷個鼻屎 不錯 欸唷 失蹤了 甚至十年 十幾年 幾十年都有 這遊戲一出來 就講了一大堆東西欸 他已經把劇情都建構好了 30年後 10歲的時候 再加上30年後 所以主角已經是40歲的 女探員 地牙齒長得好歪喔 欸 到了欸 什麼東西啊 我的父母讓我進去搜索了很多事是不是 找不到 然後他們一家人就搬去城市了 他現在不確定這邊一切的事情 到底 是不是像記憶中一樣 這麼肯定了 跳得好開心喔 怎麼會有一個這種垃圾東西在這邊啊 看起來很像那種外溪人的樹流巢穴 你們知道嗎 小分應該就是讚 一堆怪奇亂神的東西 最喜歡的 這個洞就這樣喔 洞窟裡面有骨頭 我找到了一些骨頭在洞窟 我不確定 這是人類的骨頭 欸 這畫面怎麼呼呼怪小啊 欸 幹我是中 中詛咒了是不是啊 畫面怎麼變這樣 暗覺洞窟啦 遊戲標題啦 幻象洞窟啦 記不記得 開始要發作了 幻象洞窟啊 開鏘了開鏘了 路可路可 欸 我怎麼在船上啊 靠北這是誰啊 喔 我不能動 我只能看著他 不要這... 欸 欸 這個小分應該還不錯嘛 失魂界大佬 好啊 欸 不錯 不錯嘛 欸 突然變得好吵喔 我看來是小分別好了 小分別人 吵死人了 經過了一陣 暈眩之後 我坐在了不知道什麼船上面 嗯 欸 到了欸 他之前失蹤的朋友應該也是來到這個地方了 到底是什麼地方 我不確定我是怎麼來到這個地方的 看起來好像是某種扭曲的 不在現實世界 或者是扭曲的空間 我記得我在 樹洞那附近的時候 暈過去了 這是我們剛剛經過的事情嗎 哪小 有Key欸 謎題1 謎題1 這種謎題我們怎麼看得懂啊 解謎就算了 這...這怎麼懂 兩個門 都是看看 白門開啟了 黑門 啊 那個謎題是 等等喔 會不會死啊 不會吧 不會吧 爛喔 點錯了會爆是不是啊 這個有在 這個有在 根據我看到的地方出現 點錯你會重來 然後咧 欸 門開了 喔 好暈喔這裡 進來之後就回不去了 這個 看著頭暈暈眩的 喔 嗨 如果應該不會全部重來吧 就這個 哇 爽喔 再來一次 蛤 這是全部重來喔 我們有的是耐心 你看這個沒有血對不對 這個血比較多了 找一個血最多的 中間那個 這個 點錯不會死吧 三地暈壞兔喔 讚喔 又是要暈到兔 幻象洞窟不是蓋的 很棒 我會把這些燈放進去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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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打怪用的 這不是說點個 點個照明喔 幹 嘿嘿嘿嘿嘿 這只要有怪衝出來 我就點這個 馬的 不能亂敲吧 太讚了 又B級又爛 又有趣 啊我如果亂敲會發生什麼事 這是要幹嘛 亂敲 哇幹 亂敲會死啦 靠北嚇死了 我現在是在 我現在是被替身攻擊啦 你們記不記得波奴娜威夫那一集 亂敲 亂敲一定會死啊 他躲著那一扇 沒有欸 嗯 呃要去找另外一個 差一點 我最後那一件鏡子可以看到他手在那邊 就是要敲那一扇 他躲著 我要趕快的 去拿另外一個蠟燭 去敲破他 這個女的只有一隻手 你們知道嗎 空啊 喔水喔欸欸有動畫欸 宰 讚 他媽的生日快樂 這遊戲的解謎好像蠻有趣的嘛 新的謎題 又小又脆弱 我從遠處看著你 又小又脆弱 我從遠處看著你 他這個謎題其實我完全聽不懂欸 他這個謎題其實我完全聽不懂欸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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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洞可以亂鑽嗎 這洞可以亂鑽嗎 這個位置剛好是 小的位置 可是主角是女的 把手伸進去 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蛤 蛤 我割了自己一刀然後人變小了 愛麗絲夢遊仙境 不知道為何他 不知道他是怎麼知道說要這樣割的 跟謎題有關嗎 咬門欸 阿靠北 幹 Puzzle 江拼Puzzle 他說 這對你來說是他媽的遊戲嗎 會降下去 可以傳送啊 江拼Puzzle 開!! 我一開台就開始玩糟game 我現在的耐心是滿格的 哈哈哈 非常能夠接受挑戰 沒事沒事沒事 沒有問題 來就補 萌大奶 함 媽的啦 我會梗 呃... 旁邊 喔 欸 喔 欸 嗚 嗚 那個怪物 叫做V 他在跟我玩遊戲 這個遊戲越來越危險 發生什麼聲音啊 拜託消失 不要再弄亂我的思想了 每次都會讓我想起我的女兒 想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 我必須 我必須為了女兒 解除這個謎題 最重要的是 為了莉莉 神念殺小 閉嘴啦 他之前失蹤的朋友 陰影層面實在是太大了 已經讓他心裡造成了很大的傷害 他必須完成這個 洞窟 找出事情的真相 這樣子啦好不好 不可以 欸這個地方 這個不就像海兔貼的那個 掰咖九尾玩偶的那個 九尾嗎 我一看到我就想起來了 尾巴怎麼可以做得這麼難看啊 好像蛔蟲一樣欸 喔 有 哪里啊 這邊一個人影啊 這邊好安靜喔 這遊戲其實沒有音樂耶 沒有什麼音樂耶 只有女主角一個人在那邊 vå...唄... 蝴蟲 成功了 這邊的話應該開了喔 馬上就能見到你 這氣氛好詭異喔 好喜歡喔 這啥小 看不太清楚 而且這個關卡我的 這個方向一直會出現一個管機 管機 管機定時的聲音 有點像那個皮蛋凌晨的時候都喜歡在那邊 故意鬧你讓你不睡覺 汪 汪 鬼要出來了 我發現你 跟艾迪在街上玩耍 希望能夠搭上你的窗戶 幹這個謎題我真的 完全聽不懂 他們這隻不見了 要跑嗎 換關了 我覺得他之前的朋友 或者是他的女兒可能也是 被綁到這個地方來 那是因為你知道 孩子還小嘛 沒有那個智力去解出這一大堆的 幻象謎題 所以很多都被鬼咬死了 加上因為我們是付費玩家所以主角可以一直 衝生 他們只有一次機會你知道嗎 不是每扇門都能夠通過 達到目的地 那 好 我就進線上看看 哇靠 算喔 B級 我每扇都開好像不會死欸 多開幾項 幾扇 不能開 啊開太多扇了 還是會死啊 這邊不能跳 他的朋友 失蹤的那一個 幹 你們仔細聽這邊確實有音樂 快點 回來勒 地下有印記啦 換位置了換位置了 欸他在我頭上了 嗨 欸 這是要幹嘛 我覺得這遊戲的動畫 人物動畫的人做的蠻有趣的 欸 極良極硬 他怎麼會跑欸 無限的啊 還是這就是我們的結局了啊 永遠卡在這邊了 欸 喔沒有啊 喔 眼睛雖然花了一下 但至少我出來了 聖魂曲體驗 我們竟然逃出來了 欸幹這個 這場地跑回去 這遊戲的視覺效果其實做的很有趣欸 他出現在黑色跟白色 他就說那個鬼吧 失魂界的大佬 失魂界的小丑 這段話什麼意思 你走的越遠 你就會越來越像我 我越想要找我朋友 我反而就 越跟失魂界小丑 合而為一喔 欸這個樓梯好好玩喔 欸 欸這個樓梯的視覺效果好好玩欸 你們有沒有發覺 我明明是在往下 但是你這樣看上去好像是在往上 好有趣喔 玩這個遊戲玩到GG錯亂了 到底是往上還往下 可以按吧 欸 轉到正確的路 欸 欸 幹嘛 轉進去喔 這不就跟那個小丑手一樣嗎 他要把自己的手都剪下來啊 主角真的越來越變成小丑了啦 欸唷 有人在召喚我欸 轉進來之後又是另外一個世界 有沒有你看 這邊一條路嘛 隔離散牆 有沒有 又來到另外一個世界 太讚了 我覺得這個作者如果有一個 長大一點的團隊跟經費 他應該可以做出神奏 這三小 寶可夢 他 他 這種小丑牙齒好白喔 好羨慕喔 他的牙齒怎麼這麼白 後面可以按 這是我自己的樣子喔 所以我現在已經變成小丑了 我到底是誰啊 我不是來找朋友的嗎 在幹嘛 把 把整個轉掉 沒開了欸 小丑姿勢好啾啾喔 畫面出現怪異了 畫面出現怪異了 欸 這幹嘛會死是不是啊 看不見啦 欸 正常了正常了 正常了 正常還不正常啊 正常還不正常啊 哈哈哈哈 這是汙泥提做的欸 原來汙泥提可以把遊戲做成這樣喔 太酷了吧 好嗎 後翻啊 越來越黑了欸 我是不是越來越小隻了啊 這樓梯怎麼走的啊 幹 這是Dowey 存在於 有與沒有之間 這個遊戲完 完美的詮釋了 我還活著嗎 活與不活之間 有與沒有 有與沒有 好與不好 可以與不可以 薛丁 薛丁格洞窟 跳 抓殺小 揍他啊 把他小丑鼻子揍歪 這什麼地方 你曾經是我的姐姐姐妹 你永遠都是 但是 他這個音樂其實蠻好聽的 所以有一種很休閒 輕鬆的感覺 但是你眼睛看到東西 卻完全也不 一點都不輕鬆 我開車去找他啦 你知道真相 但是你 什麼我啊 你放棄我還是什麼 最後那個英文字是什麼 怎麼看不懂 不稱姐妹的都是 你拋下我 歐歐歐 歐歐歐 姐妹撕逼啊 蛤 他傷害我 雷斯利我好害怕 他的朋友曾經進來這邊 但是沒有離開啦 是真的來這邊了 然後 被小丑弄 弄得殘廢這樣 拜託不要再離開我了 還是說那個小丑就是他的朋友啊 不會吧 蛤 怎麼變那麼醜啊 他不會讓你逃出 這裡這一次 這有兩條路啊 走錯應該可以後悔吧 往回走就一路上來而已啊 這邊好像DNA喔 這邊這條路出 走的話是前面有個亮亮的 走看啊 你們聽見音樂嗎 開大聲一點 讓你們享受一下 我覺得這條路不太妙了 等一下會爆音喔 小聲一點好了 幹 因為就是你 我永遠都不想要 那個名字是什麼啊 那個就是V的那個小丑的名字嘛 什麼意思啊 我是害死他朋友的人 拜託看看我 艾迪 最後一次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曾經對他朋友做了什麼 傷害他的事情 然後自己忘記 還說這是他女兒啊 那邊到底他媽的發生什麼事啊 那不是艾迪 這裡永遠都不是 瘋了 你這次不會再從我身邊躲走了 你拿不走的 只有一件事我記得 知道 你以為是 你是拿不走的 所有的東西 哇沙小 這個小丑感覺是那種 專門攻擊人類心智的小丑啊 他這邊越來越大隻啦 不能走到這邊 告訴我這不是真的 告訴我 你是個謊言 你的家庭都是騙人的 因為 你就只是 只是個幻覺 那整個時間 你就只是個幻覺 講什麼啊 你是一個偉大的幻覺 巨大幻覺 而且我相信這個幻覺 我非常信以為真 為什麼 我怎麼知道 為什麼是我 他在自己玩自己啊 小丑你這個混蛋 這在講什麼意思啊 幹我死了 欸沒死 直直的揍起來 像一條蝦子一樣 洞窟 洞窟沒有了 回家了 莉莉我回來了 做夢遊戲喔 什麼意思啊 我感覺我可以腦補出一些狗屎劇情啊 不知道好不 不知道對不對就對了 回家咧 這個連回家都有動畫 不是說直接感謝遊玩 來 凌晨三下午三點半 去接莉莉 從 幼兒院 GG 她的家好 好殘破 還沒完喔 莉莉是她女兒啦 她說調查完洞窟之後回來要接女兒 不知道是忘記了還是不見了還是怎麼樣 去幹嘛 喔 喔 喔 精神 她精神已經崩潰了啦 欸我可以選欸 可以選擇割小丑跟割自己欸 割小丑 小丑結果是 自己老公之類的 蛤 蛤 妳這個混蛋 她拿槍來打小丑是不是啊 吃死 一險 妳不會 妳不會成功的 妳不會吞噬我的 我不會讓妳去傷害我的孩子 之類的 路勒 喔呦 幹他媽的 超級大蜘蛛啊 拉牙是不是啊 不然這樣跑過來好恐怖啊 下手毛都站起來了 感覺好像對戰 超級大蟑螂一樣 我不是要走對不對 欸 該過去了 我打到妳了 混蛋 結果一看是自己女兒 欸幹還真的啊 還是她朋友啊 小丑應該是她的朋友的化身了啦 就是說被吞噬了 她在家裡亂開槍啊 她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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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殺人 莉莉 蛤 她剛剛一路是殺進了那個 托兒所 那個小學啦 然後把其他人都當成小丑亂殺一通啊 幹他媽神經病啊 這是什麼神經病遊戲啊 神作 神經病遊戲這個 她女兒都不會講一句話啊 I will be back 小丑還把槍送在旁邊 然後要我瓶到自己了 不是啦 想說你沒有女兒了 你死死算了啦 這樣 你死殺應該是沒有紀錄點的 還是說我回去看 我跳 我回血再看看 喔有啦 她還是自己把自己瓶掉了啦 她生成了黑鑰匙給我了 還可以再玩一次喔 不會吧 小丑在床下有沒有看到 那個鏡子裡面 剛剛沒看到這次看到了 是不是啊 不要自己 割自己 為什麼我手上隨時都有一把剃刀啊 割自己 可以選回去欸 割自己 蛤 結束他 這是一個把戲 不 這 這是唯一一 哇 唯一一條路 啊靠北 這等於是一心求死啦 活下去 莉莉 親愛的 活出自己的人生 這是最好的決定 在好的決定 與不好的決定之間 死與不死之間 割與不割 嘿嘿 沒了吧 沒了喔 直接把自己割死就沒有了啦 等一下我先跳回去 我覺得這個遊戲做得不錯欸 他那個 視覺轉換對不對 雖然有一點炫目啦 就是 迷幻的 垃圾迷幻效果啦 講簡單一點 直白一點 甚至他在場景搭配還有那個玩法上面 除了 除了開門然後上下樓層那一關之外 我是覺得很有趣 就是等於一個很有趣的 幻象體驗 懂不懂 幻象體驗 然後故事的話 就比較離奇啦 就是說他要 回那個小時候 朋友失蹤的洞窟 再去調查看這個洞窟有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到了洞窟 他發現被一隻不知道不知名的小丑 拉去了類似精神世界的地方 歷經的困難之後 原來那個小丑就是自己的朋友 怪他當初不來救他 這樣子嗎 那主角 看見小丑 然後在經歷這一段關卡之後 其實自己的精神也已經被輕視了 所以到了最後 只有兩個選擇對不對 就是 瘋掉了 亂開槍亂殺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知道自己瘋了 小丑已經 揮之不去了 所以他把自己解決掉這樣子 這樣子 他女兒也不會死 其他也不會死這樣 很有趣耶 實際上 這個遊戲我就先不刪掉 如果有空閒時間的話 我們就來走 另外一條路 或另外一扇門這樣 然後這一次就先玩到這邊 就是有一個第一個正常結局出來 好不好 可以吧 蠻不錯的啦 雖然 是烏尼提做的喔 但是某些場景真的會我覺得很棒啊 然後人物模組雖然沒有說做得很 很ok 但就是你知道他在演什麼吧 紙梯上面賣一百塊你們覺得怎麼樣 不錯嘛 成功了啦 可以了對不對 可以了啦 他表達了自己想要表達的 我們也玩到我們想要的了 讚 神作與不是神作之間 合理與不合理之間 好我先把這個關掉了啦 下次看人找時間再繼續 看那個另外一扇門看看